上一集和大家分享了一些我選擇iPad和不選擇iPad的前因後果 很多觀眾都希望我可以分享11吋和12.9吋到底應該怎樣做選擇 但在分享這一集之前我必須要和大家分享另外一個和iPad Pro有關的東西 這個本身就非常主宰如果大家像我一樣是影片愛好者或者是真的以影片為工作的話 到底你要不要買iPad Pro以至你要買多少吋才夠 上一集我還沒一直在敲碗敲成希望蘋果可以推出Final Cut Pro的iPad版 出那條影片的時候蘋果就宣布了要推出Final Cut Pro 來了!這次真的來了! 所以今天要和大家講講的就是這個iPad版的Final Cut Pro 那我在實際試用了之後的一些真實感覺呢? 老實說我是一個用了Final Cut Pro 12年的忠實用家 我實在是真心有點失望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暴力 好多謝各位觀眾一直這麼支持我 如果你是第一次收看暴力的影片 就記得要訂閱我這個YouTube Channel 順手可以Like和留言 也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不然我新影片分享你們就不知道了 那為什麼我會說失望呢? 那是不是各位就不用下載不用訂閱呢? 不完全是的 大家看完這一集之後呢 你就會懂得用iPad版的Final Cut Pro 因為我會分享很多不同的功能和介面 但是同時間呢 你都會知道很多它的優點和缺點 那大家就可以綜合這些優點和缺點 再自己去思考一下 到底這個iPad版的Final Cut Pro 是不是你所需要的一個工具呢? 先說了缺點吧 當我滿心歡喜打開我 由第一代iPad 就期待要擁有的一個東西 一直到我2020年 買了第一部iPad Pro之後 就更更更期待的Final Cut Pro 我一直在懷疑到底我打開這個 是不是真的是Final Cut Pro 還是它是iMovie 因為它的介面真的有些太過於簡單 我的意思不是要把它拿來 iPad或者Mac兩個東西來compare 因為本身iPad的定位 就從來都不是說要取代Mac的 而是要令到兩者可以互補不足 或者互相提升一些的優勢 我們來逐步拆解一下為什麼 下一步大家在打開New Project的時候 我覺得它整個感覺是很直覺的操作 要打直要打橫都很簡單 要4K、2K、FHD 還是要自定義不同的像素 不同的尺寸都OK SDR還是HDR 那個Frameware是多少 全部都很直覺就可以操控得到 那在開啟了新的Project之後 我們就可以馬上進入Final Cut Pro的 Timeline 我打開了之後的感覺 說真的是有點陌生的 完全沒有那種使用Mac版Final Cut Pro的感覺 反而有當年使用iMovie的熟悉感 那我都真的花了一番時間去探索一下 也都藉由實試剪輯一條Veels的影片 來練一練手感 那接下來呢 我就會以上一條Nikon Z8發佈會的Veels 來做一個示範 介面上其實它和Final Cut Pro X一樣分成了三個區域 分別就是左上角的Viewer 右上角的Browser 和下面的Timeline 你可以用兩隻手指 在Viewer和Timeline上面 各自都可以做放大縮小 Double Tap兩下Viewer的畫面 就會變成Fit to Size 亦都可以按住這三條的環線 在Timeline上面拉高拉低 來調整它的大小 首先呢 我們在剪輯之前呢 我個人呢 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覺得使用iPad版的Final Cut Pro 大家最好都是搭配一個鍵盤和Apple Pencil 你可以使用 或者搭配一個Mouse 你使用 那你整體的體驗 才會是 我覺得最接近蘋果 想我們去體驗到的那個使用感覺 那我們呢 就實際來剪輯一條影片 當然 我們也要先有Footage 那到底要怎樣新增我們的Footage呢 在畫面的正上方 你可以看到有四個icons 分別是輸入 錄製 繪製 以及分享 因為目前是沒有中文版的 我是自己隨便翻譯的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輸入和錄製 來建立我們的Footage 那當日的Footage呢 我就是用iPhone 14 Pro Max來拍攝 所以它就會自動透過iCloud 同步本身的東西 去到我的iPad Pro上面 所以本身已經有這些Footage 那直接import進去就可以了 反而在iPad Final Cut Pro 它會加入一個叫做專業錄製的模式 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是蘋果第一次在自家錄影的App當中 可以有那麼多手動的設定 例如是色溫 曝光 對焦等等 那老實說 我就不會拿著一部12.9吋 或者11吋的iPad Pro去拍攝 所以我也覺得蘋果絕對有可能 會將這個功能 帶到到iPhone 15 Pro上面 等到6月 6月5號 香港時間6月6號 我們就會知道 到底這件事會不會發生的了 加入素材之後呢 你也可以看到Project Media這裡 會有所有的影片 那我們點選了影片之後 也可以在下面看到黃色的框框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用Apple Pencil的懸浮感應功能 在你的畫面上面 不是觸碰到下去 不是觸碰到到你的螢幕上面 是懸浮 隨意滑動呢 你就可以快速看到 以及聽到 你這些Footage的內容 這個呢 在Final Cup Pro X裡面 就叫做Skimming 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個功能 因為呢 對於我們找Footage裡面的 某一個段落 這件事真的非常之方便 但是呢 我也希望它可以 完完全全 好像Map的Final Cup Pro X一樣 直接在你的Footage的畫面上面 去到數 就可以做Skimming的動作 這個就真的會爽到爆了 而在選擇Footage的In-Out Point 可以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呢 就是直接點選左邊或者右邊 來拉到你想要的段落 而另一個呢 就是在你的Keyboard上面 用I或者O這個鍵來做選擇 就是In-Out Point 我之前說過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按住 拉到去Timeline裡面 由於iPad版呢 一樣是使用Magic Timeline 所以如果你之前有看過 暴力跟你分享Final Cup Pro X的教學的話 你或者會記得 E鍵 W鍵 Q鍵 這三個筷子鍵 在Magic Timeline上面 上面是一個Magic Key 你也可以在iPad的Final Cup Pro裡面使用 右手邊 靠右手邊的Options上面的墊號 你按了它 你就可以選擇這些Footage 進入的方式 其實它就是等同於E鍵 Q鍵 和W鍵 當然啦 我之前都說過了 將這些筷子鍵學起來 使用會快捷很多 在整個加入Footage的流程裡面 其實呢 我覺得是算很Smooth的 但是問題來了 當我把所有素材都Import了 加入了 進去Time之後呢 我就發現有一個問題 它並不能夠像Mac版一樣 可以一次過選取所有素材 然後把那條Audio Track 刪除了它 它只可以選擇 然後手動把DV拉到 可以負無限的DV 令到那條聲沒有了 也都不能夠像以前那樣 由加入素材的那一刻 就可以選擇到底我是要Audio Only 還是Video Only的Insert 並不能這樣做的 對於我個人來說 這個是我整個剪輯當中 最最最簡單 也是最最最常用的小功能 無論我要剪Views也好 或者剪YouTubeReview的B-roll畫面也好 這件事對我來說都是很必要的 但是iPad版它沒有 這個是我第一個失望的地方 然後是選擇Timeline裡面 Footage的方法 我本來以為可以用點按的方式來做選取 結果是需要先點選 右下的那個剪號 再把所需要的素材點選了 然後做一個DONE 你才可以做你所需要的動作 例如是一次過調整它的Volume 但是假如你想一次過點選的器材 來改變它們的大小 位置等等 Sorry 你沒辦法像Mac這樣 一次就改好了 你一定要在Inspect這裡的Transform 調整好之後 逐個素材 按Paste Transform Settings 假如有些素材你拍了是橫倒 你很想把它一次過全部出席到的話 那你就真的要每個Footage都按一下 然後按Paste 每個素材都按一下來做Paste 那就有點蠢 所以這個是我第二個失望的地方 那如果說到Inspect 那我就不如一次過講講它 這裡其實就好像Final Cut Pro X裡面的Inspector一樣 你畫面的大小 位置 角度 透視 材質 聲音 特效 速度 全部都可以在這裡調整 要較慢動作 你要設定個Frame Rate要慢多少倍 都可以在這裡調整 有些設定你要在Effect這裡 新增一個Effect 你才可以調整 例如是Color Adjustment 就不像Final Cut Pro X 是有一個Color Board 直接給你去轉Color 而且這個Color Adjustment 也真是我第三個失望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只能夠做一些簡單的調整 類似Exposure Contrast Highlight Shadow 這些 就沒有說可以好像Final Cut Pro X裡面的Color Views 可以針對不同的顏色來做細條 奇怪的是你可以在Viewer上面打開Vector Scrub 或者Wayform來看這些資訊 但是你不能針對你的顏色來做太細的調整 針對介面和功能上面 我就說了很多缺點 但是都要來提提它的優點 因為蘋果不可能會出一塊垃圾出來 一定是有它的用處和優點 的確是不少的 在browser這裡 除了可以看到我們import進來的素材之外 你都可以在這裡自由選用到 由蘋果提供給你的素材 例如是字幕、歌場、特效等等 當中它的音樂附 Music Library 更加是非常之正 除了有很多首歌 有四十幾首歌給你選 之外 當中的歌曲更加可以支援配合你剪接的影片長度 靈活去調整和重新進行編曲 也就是說 就算我這個音樂本身是三分鐘都好 我要剪一條三十秒的影片 我只需要直接把這個音樂縮短去 拉到我需要的秒數 iPad版的Browser Cup Pro 就會自動幫我把這個編曲 變成一個很完美的編曲 並且有一個很英俊的收尾 就不會突然斬斷了 說停了 這東西是超級厲害 很厲害 但很可惜 目前只是限於使用它內建的 Music Library 如果你是另外下載第三方的音樂 是沒有辦法使用這個那麼厲害的功能的 而未來大家都可以透過Motion VFX這一類的第三方的Plugin公司 可以下載購買更多的程式來使用 所以我個人呢 是非常期待未來iPad Final Cut Pro 會變成一個什麼樣子的 我們剛剛說了很多介面功能上的東西 都是本身Final Cut Pro X 就已經擁有的東西來的 我們接下來要講講一些Final Cut Pro X沒有的東西 而iPad Final Cut Pro有的東西 好嗎 iPad Final Cut Pro 畢竟是一個在流動裝置上的剪接APP 無可否認地 蘋果一定是多多少少針對現時很流行的Source 或者Wheels 來設計Final Cut Pro iPad版的功能 好像剛剛提到的音樂自動調整編曲 就是其中一個非常適用的功能 有剪過Wheels的朋友一定有這個同感 再來就是以前需要錄幕 或者AE才做到的Scene Removal Mask 在iPad的Final Cut Pro裡面只需要按一個按鈕 你就可以輕輕鬆做到 就連Render的時間都非常快 為什麼蘋果說Final Cut Pro 只能在M1以上的iPad使用呢 我相信就是因為這些很unique的功能 由於硬體的需求 還是很hardcore的 所以一定是要這樣 只要大家使用了這個Scene Removal Mask 你就可以非常輕鬆地 將一些很大字的Title 一些Super 加入人物的背後 非常輕易就可以做到這種效果 而在這個時候 也可以同時分享另外一個新劑功能 就是動畫繪製功能 只要你用Apple Pencil 就可以立刻在指定的Footage上面 畫相片或者寫上任何東西 而iPad Final Cut Pro就會自動生成了一個寫字的動畫出來 而且你可以隨意調整這個動畫的長度和它的秒數 以前我要做這些特效呢 我還特意開一個Procreate的App 然後開一個錄底的Layer 再用Screen Recorder錄下我寫字的畫面 再Import進去Final Cut Pro來去背使用 現在這個真的超級超級十分方便 那未來呢 我相信Final Cut Pro X 都會針對iPad來做更新 應該可以同時在Final Cut Pro X 用Screen Recorder 用iPad來畫完就進去 我相信是這樣 而我同時都深信 這個功能對於新手的Creator 一定一定是大大的幫助的 同時蘋果都知道 觸控控制是比較難精準地 以每一格每個Frame每個Frame 來做調整或者來做查看的 所以都新增了一個叫做 援動轉盤 使用這個援動轉盤 可以快速轉動 或者慢速轉動 來查看你的影片 你可以很精準地 逐格逐格移動來查看 都沒問題 你可以選擇 到底你是要調整這個PlayHare 還是這個Nutch 來做一個使用的 只要點選了指定的Footage 就可以利用這個援動轉盤 來逐格調整它的長度 我們剛剛講了很多很多 Final Cut Pro 在iPad版裡面的一些新的功能 以及以致它怎樣使用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 都應該知道 或多話少 你知道我怎樣操作 或者你已經可以實際 拿到這個APP來 剪一條影片 所以來到第三個point就是 到底暴力 建不建議大家 訂閱 使用Final Cut Pro iPad版呢 老實講 暫時 現階段 我不會建議大家訂閱主的 你問我 港幣38元一個月費 是不是貴呢 絕對不貴 真的絕對不貴 但因為它的問題 不是在它的價錢 而是整個Final Cut Pro的本質上面 我感覺這次蘋果 它沒有真真正正把Final Cut Pro 帶到上來iPad上面 蘋果好像有點貪心 想兩者兼得 哪兩者呢 就是Pro user也想要 Beginner user也想要 但是呢 就變成了現在這樣 不是很Pro 亦都不是很Beginner 因為我相信一個Beginner 下載了這個app 他不會立即很直覺地知道 應該怎樣用 而一個Pro user 下載了下來 亦都沒有辦法 可以完完全全應付到它的 可能是前期初期的一些 剪接的workflow 就算iPad Final Cut Pro 它可以share project 到Mac的Final Cut Pro X都好 在整個的工作操作上面 我認為它並未能夠成為 一個完完全全的副手 即是我們理性分析 我們反觀回DaVinci Resolve 它在iPad版上面的表現 它幾乎可以完整把電腦版的DaVinci 移到iPad上面 我在說介面 以及一些基本的剪接功能 重點是什麼呢 它是免費的 其實因為我期待得太久 和我對它的期待真的實在太高了 我由2011年Final Cut Pro X推出 至今時今日 而我在2009年大學學剪接的時候 我也是使用Final Cut Studio 我除了在18年剪電影的時候 用過Media Composer之外 我沒有用過任何其他的剪接軟件 就算其他人怎樣叫我轉會 方便去到workflow 叫我轉去Premia也好 或者什麼也好 我都不曾有過轉會的想法 出現過在我腦裡 因為我覺得Final Cut Pro 真的真的很好用 它非常穩定 非常快速 非常人性化 非常之蘋果的設計語言 所以我現在實在是有少許 恨鐵不成鋼的感覺 各位觀眾明白嗎 我現在心裏的感覺 我真的非常之希望 也非常之期待 蘋果可以在未來的更新 可以將真真正正的Final Cut Pro 帶到iPad之上 而不是一個 感覺上 我想打入一個快速影片市場 一個快剪的App 之前未有些人在留言說 我幫蘋果買廣告 我今次的試用 我跟你說 我比起試用我任何的相機 或者任何的產品 我都認真 和serious 因為這個是我 是一個陪伴我成長 陪伴我剪片成長的一個軟件 由我是一個學生 到我第一個出來做的 自由工作 到我剪我人生第一條的TVC 剪我人生第一條的MV 全部人生第一條的YouTube影片 全部都是Final Cut Pro X 陪著我做 而他亦都由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被人嘲笑 是iMovie Pro的Final Cut Pro X 一直以來 我都很用力支持 和用力分享他 所以只要他是好 我不用收錢 都會主動幫他買廣告 但是真的真的希望 不要浪費了M2 iPad Pro 這麼強大 這麼誇張的效能 就算你今時今 你可以用這個 iPad版的Final Cut Pro 去做一個Multicam editing 也好 但是後續的支援 他都不至於我 可以把初展這個工作 搬到iPad上去解決 以上是出自一個 真心喜歡 真心喜愛 真心愛 Final Cut Pro的用家的心得 我們一齊來都期待 iPad版的Final Cut Pro 的未來 會變成 會進化成一個什麼模樣 我真的非常期待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Like and Share 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旁邊的小鈴鐺 步步來按一按 並且把通知寫到全部 我新影片的發佈 大家才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順手可以Follow my Instagram Instagram上面 很多不同新的產品 我會透過Story 或者Wheels的方式 和大家分享 今集那麼多 下一條講iPad片 就會是講 11吋和12.9吋是怎樣做選擇 下集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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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 Cut